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攻略 元神,北斗龙灯网座 对群体灵级平民战神培养攻略 做一个四星雷系 雷斗在游戏初期有点被忽视了 大家在意的忘了是他的坦反技能 完美坦反,多帅啊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人发现了北斗大招的实用性 直到演变成了现在的魔王武装 那么要如何玩好北斗呢 我们先从角色定位开始聊起 北斗,雷系大剑角色 突破架雷伤,可服可思 不过当然C未完的话对命座是有要求的 失明起步 所以我更推荐把他当作一个辅C来玩 北斗的普通攻击攻有五段 除了即将要出的优拉之外 他是目前为止大剑角色中唯一的五段 哎,我与别的大剑多一段 你以为这是好事 大剑的攻击最痛的我往是最后一段 北斗也不例外 而且其他所有大剑角色挖石破都只需要砍三次 北斗则需要砍四次 挖矿也比别人多一段 这也侧面反映出北斗的削润能力是弱于其他大剑的 10级以五段准备率为 848秒伤一般般吧 大剑角色的重击都比较鸡肋 重击前都会有一段准备动作 虽然攻速变快了 但同时备率也变得低了 而且会消耗体力 最痛的还是收尾的那一下 所以就不做讨论了 北斗的元素战技绝对是全角色最爽的技能之一 可攻可守 伤害还很爆炸 施放元素战技使用会为自己套上一层雷元素护盾 对联阳与你的生命值上限相关 松开元素战技护盾就会消失 你可以选择点按元素战技 造成一次小范围基础雷元素伤害 也可以选择按住不放 来接下敌人的攻击 每被攻击一次 元素战技的伤害和范围都会增加 两次达到最高值 战技给的元素威力也和这有关系 基础是给两颗元素威力 如果被攻击一次 就是给三颗 被攻击两次 就是给四颗 元素战技的CD为7.5秒 10级的时候战技基础伤害为219 每次一次伤害 伤害就会提高288 也就是说 吃两次攻击之后可达到最大伤害 795 好家伙 这都已经是一个大招的倍率了 当然得益于孤有天护4的影响 假如敌人正好要攻击你 谁拟用战技以来接下这一招 就会触发完美弹反的向我 伤害可以直接拉满 也能获得四颗元素威力 触发完美弹反的这一刀 击退效果很强 可以打非或击退绝大部分 当然你要是觉得点阿拉会护盾 你可以选择一直长按 不过长按是有时间限制的 时间一到也会自动会出这一刀 假如护盾被棋烟打破 慢慢也会自动会出这一刀 所以圣以物挖点生命和防御也不亏 毕竟护盾厚不厚和这样都有关系 北斗的完美弹反其实很简单 它的判定时间其实还挺长的 也没什么小技巧 一开始可能会用不习惯 多试几次就好了 到后面就可以非常熟练的 使用完美弹反了 嗯 嘿等等 好吧大世界是有小技巧的 燃烧的草地对北斗来说 是绝佳的完美弹反触发器 由于燃烧的频率很快 北斗站在上面 随便一按都能触发完美弹反 需要注意的是 完美弹反并非一定要点按 有时候你已经触发了完美弹反 也不会选择长按 等到合适的时机再放出去 点一速时开盾之后 不是会一直垫里吗 此时北斗的这个盾就很好用 它对雷元是有250%的协作效果 北斗的元素爆发 这应该是北斗最保值的技能之一了 为自己套上一个雷兽之盾 这个盾换人也不会消失 被套上该盾的角色攻击敌人时 会释放雷电子底 创造出能在敌人间跃动的闪雷 最多一秒一次 并且该盾还会提高角色的抗打断能力 以实际为例 大招释放的瞬间会有一丝爆发伤害 被剧为229 闪雷的伤害为173 伤害减免34% 持续15秒 这个大招有多强呢 15秒的时间里 一秒一套闪雷 一套闪雷伤害173 15秒就是15乘以173 等于2595 而且闪雷是会在敌人之间乱穿的哦 具体怎么个穿法呢 假如我们此时面对的是一个敌人 那么闪雷就只有一段伤害 因为只有一个敌人他穿不了 如果有两个以上的敌人 那么闪雷就会在敌人之间来尾串动了 等下一次就会多一段闪雷的伤害 拧命10次 穿两次 三段伤害 弱命可以多穿两次 这里由于我是满怨杯的 所以一共跳了4次 无断伤害 跳的速度很快 我慢放根本数不清 所以实际上 2595那个数字 还能再乘以5 非常恐怖哦兄弟 这么一来 这个大招80点能量我就能理解 除了能量高点以外 几乎没什么缺点 玩北斗的时候 让大家都应该有过这样的体验 看完大招之后 你可以站入一段时间 就算执导伤害也不会被打断攻击 相当于霸体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明明大招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角色就能被打黑了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是因为一命大招提供的护盾 第二个是因为提高抗打断能力 实际上就是提高了角色的韧性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有了怪物的攻击和我们一样 都是能确认的 被频繁的攻击 韧性下降到一定的程度 自然而然就会被打飞了 我这里中里是没有开盾的 被小宝打了几下就飞了 当然韧性是可以回复的 所以这里拉开后 中里又吃了几次攻击 才被打飞 还有一点 故意大家已经知道了 原始中的减伤是可以互相叠加的 所以北斗核心就是可以叠加减伤的 再随便来个什么减伤 就能变成无敌的超级赛亚人 当然韧性该将还是会叫 该飞还是得飞 北斗的固有天赋 天赋4说过了 被攻击瞬间施放战技能 直接触发最大伤害值 天赋同样服务于完美弹反 当触发了最高伤害值的元素战技之后 辅攻和重击伤害提升15% 攻速提高15% 硬解会大幅减少重击需要的准备时间 这个天赋就是北斗主C的底气所在吧 而且重击似乎也能用了 天赋6 游泳的体力消耗减少20% 不能与其他相同效果的固有天赋叠加 不愧是海盗 北斗的命座 一命开大石会生成一个 基于生命值上限16%的护盾 对雷元素有250%的吸收效果 二命闪雷额外弹跳两个敌人 四命受到攻击后的10秒内 北斗的攻击附带2%的雷元素伤害 六命大招持续期间 降低周围敌安雷元素抗性15% 士林开头有说过 北斗四命才能当主C 那为什么是四命呢 这20%的雷元素伤害能产生什么畸变 首先这20雷元素伤害其实很低 可以忽略不计的那种 而且这不是附魔 普通攻击依旧是物理伤害 你额外的雷元素伤害最主要的作用 还是打反应 你可以用冰打超导 可以用水打感电 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 主C北斗的剩余物选择只有一个 那就是如雷四箭套攻雷暴 如雷四箭套打反应 是可以检讨近两CD的 平凡的打反应的结果就是 我们能平凡的打出弹反 巨额弹板伤害才是关键 主C北斗的配对 首先双雷绑定 因为北斗大招巴射能量 极度缺少充能 王女是最佳的充电宝 而且奥兹的单体爆发高 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其次我们可以带个行秋 行秋大招高频上水配合北斗 感电根本停不下来 两者的伤害节眠也非常的舒服 最后我们可以配个班尼特 北斗的大招是索面板的 所以可以有效提高北斗大招输出 当然除了赶电流 也许可以带了双兵 比如凯亚打超导 感觉上应该还行 不过杯子应该需要换成物理杯 主C武器还是选择狼墨这家 四星武器可以选择 持骨剑 最后泼个冷水 虽然说主C北斗能玩 但说到底也是其他主C的效益替代 如果你有更好的五星主C 我是不推荐链主C北斗的 原神到目前为止的资源还是很缺的 合理贩配资源 才不会玩得那么痛苦 接下来谈谈负C北斗的圣影物选择 以及配对吧 负C北斗最有用的还是大招 弹板是作为一个偶尔切出来 挡伤害的小技能 主要是来增加龙错率的 所以圣影物我们对大招伤害就行 四中式 二如雷 二中式 都可以 现在的负C北斗一般会塞进公子被武力 因为公子可以高屏上水 一个战场 一个后台 和北斗能很好的配合 这也是魔王武装的由来吧 当然负C北斗还有更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打超导 无论是接下来要出的优拉 还是屋里楼中敌 北斗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超导挂剑 加点的话 主点大招 负点元素战技 普攻可以不用点 不过北斗作为负C有一个很要点的问题 那就是充能 毕竟负C北斗不像主C北斗一样 需要战场 基本上是吃不到球的 所以杀龙我们还是得选择充能 负死条也得歪点充能 武器的话 天空大剑和七里大剑是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充能足够 狼末当然也可以 负C北斗不太吃武器 只要属性合适 什么大剑都能用一用 羽才的被动虽然不能提升感念的伤害 但也是能很好的提高北斗自身的技能伤害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也是可以用的 这里说一点 感念这类剧变反应的伤害比较特殊 这类伤害不持暴击暴伤 适合角色等级 精通 以及怪物的等级 元素抗性有关系 所以羽才是唯提和感念伤害的 以上就是北斗攻略的全部内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